15位獲獎人員輪流上台接受表揚 由縣長許淑華頒獎 包括活力新秀獎及有品質獎和資深表率獎 以及一個單位獲得社工專業制度優良團體獎 借此給予肯定 尤其面對現在社會的多變 常常去仿視很多不同的這些案主的時候 自己本身的身體還有包括精神 也都會受到一些的壓力 所以其實真的是非常的辛苦 特別邀請到在我們縣政府所評比出來的 有15位是非常傑出的基優的社工人員 尤其還有一個單位是社工團體 不論是我們的新秀表現 或者是在我們的資深人員 以及基優的社工師 都可以說讓我們非常的感佩 目前南途縣約有700多位的社工人員 經常需要處理高度複雜的個案與問題 加上現在社會及家庭型態改變快速 面對的壓力更大 因此縣府舉辦社工日之 及由社會工作人員表揚活動 邀請全縣各網絡社工人員前來 感謝大家辛苦的付出 真的越來越辛苦 因為現在的社會的議題越來越多元 大家需要的技巧 需要的時間 需要負責心力都越來越重 請大家多支持我們 給我們力量 讓我們能夠在這個社會有這麼多力量去付出 我覺得在上安置的領域裡面 就是照顧這群孩子是辛苦的 因為他是在外面大家其實看不見的 然後其實大家都只會看見他們的外潛行為 可是我覺得在生活照顧上 更需要去關注他們的內在感受 然後也希望大家有機會可以來多認識我們 社會工作人員經常需要處理高度複雜的個案與問題 縣院檢視聖恭喜每一位獲獎人員 也謝謝每一位社工人員在崗位上的辛勞付出 期盼社會各界都能夠更重視社會工作這門專業 並給予更多的支持與鼓勵 透過這一次的表揚 我們也要特別感謝他們 為我們南投縣的付出 他們真的很辛苦 這裡也特別感謝我們南投縣長 許縣長對我們社工的鼓勵 我也希望我們南投縣能夠透過社工來服務我們大家 以後我們看到他們的時候要特別尊重他們 也特別感謝他們 縣長徐淑華感謝社工人員的努力 共同營造友善的社會 希望透過這場熱鬧又溫馨的活動 大家一起同樂 記者紅衛樂恩草屯鎮採訪報導